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关怀语支持 发作音符和歌声 以外传扬 今我愿弱了 靠耶稣可改变 全来你伤手赞我意 全能是你 兴有良心 寻和信心 不再怀疑 奇妙是你 敢走着脸 耶稣跟我 多谢你 每样因天配天 容量跟我 全能力 你全能改变 全来你伤手赞我意 全能是你 兴有难事 寻和信心 不再怀疑 奇妙是你 敢走着脸 全来你伤手赞我意 全能是你 兴有难事 寻和信心 不再怀疑 奇妙是你 敢走着脸 《依治之歌》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的爱 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填词、主音歌手 全部都坐在我身边 就是抗疫四人组 亦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就是他们的组合 叫The Chance 先介绍一下 分别有爸爸 智安哥哥 先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还有妈咪 善鱼姐姐 你好 还有妹妹 就是小米 还有哥哥 就是一一 好 我知道你们一家 作了很多诗歌 又教很多小朋友唱歌 还有哥哥一一 妹妹小米 先问你们 在家里你们叫爸爸妈妈 还是智安哥哥是女姐姐 我们有时候会叫智安哥哥一次 有时候会叫达德妈妈 那什么时候会叫智安哥哥 就是帮妈妈录影上堂的时候 就有个工作的身份 小米呢 你叫妈咪还是爸爸 还是智安哥哥是女姐姐 你叫什么 爸爸妈咪 爸爸妈咪 对了 智安哥哥是女姐姐 我知道疫情期间 小朋友又没得上学了 你们就没得开班教小朋友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 在家里面 看到疫情越来越严峻 就有个感动作一首医治之歌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 固然疫情 有很多人真的不舒服 真的病了 也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家居隔离 有些家庭很乖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真的没有外出 除了买菜 那些 其实困住了一个 一个典型 不是很宽阔的家居环境 困了这么久 其实多多少少 心理上 我这样说 有点不太健康 我又想起 其实我们可以求主医治 甚至我觉得心情不好 主都可以医治我 病可以求主医治 我便想起 这首歌 其实我曾经作过一首歌 叫做《医治之歌》 当时的制作是交给人做的 亦不是很多人认识 不如这样吧 我制作过 编过曲 虽然不是很多资源 因为我不可以找其他人 家居隔离 其实连录音也有个难 不如就拿自己的木童笛 自己的后风琴 加一个钢琴 就编上首歌 做地取出 两个小朋友 然后就继续唱 就这样做出一首歌 先问一下 善如姐姐 先问一下妈妈 我知道你善如 治安这个真名 如无意外 这个小米11 是否偽名 这个不是偽名 其实很有趣 这是真名 是真名 出世子真是叫做 陳小米和陳一一 其实很有趣 当有了一一和小米的时候 神就在祷告中 告诉我们 一一是要一生敬畏一个杀 他送了《生命记》六章四至九节 寫给我们 第一句就是 Shema Yisrael 阿罗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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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奈阿罗奈阿罗奈 阿罗奈阿罗奈 即是说你一生只是敬畏一个神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文 希伯来文 就是耶稣当时说的话 之后我们知道神想定征在神路 所以他是一个世一中间的 而神就是一个大一的大草一 所以希伯来文就是Echat 是 真的有个苦福的感觉 那小米呢 小米当时 其实神给一个叫做谓语的题目 题目 题目 然后就说这个小朋友要学牺牲 为主要牺牲 然后我在想 叫牺牲 很怪的 牺牲 然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在《创世记》的时候 说到一粒种子 如果不是跌在地上 为神结出更多的果子 就永远都是一粒粒 所以只有为自己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就可以结出果子 那我们就叫做小麦 但是很怪 陈小麦 爸爸就叫做小米 Sara 那种种子 那我问一下子安哥哥 我看你创作这么多儒歌 又这么好听 刚才听过一首 你应该是读音乐的 是吗 我读电脑 我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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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你会作歌的 成为你的职业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以前互相組樂隊 互相組樂隊,但同時大家都回教會 其中一個樂隊有提出 不如這樣吧,有這麼多小朋友喜歡你 有教會,又搞兒童的事工 不如你作儀歌吧 只有一句,其實沒有特別喜歡甚麼歌 只不過就好,開始作 所以大家認識我也是作儀歌 是你作還是善喻姐姐一起作? 其實很有趣,因為善喻姐姐是做優教的 她接觸很多幼稚園學生 幼兒教育 對,幼兒教育 有時她有工作需要 她就給我一個情景 不如這樣吧,弄一手紅癮 啤啤紅,我就拿了一手啤啤紅 又問阿一一 甚麼時候爸爸媽媽找你們唱歌呢 由疫情開始就有了 是嗎?又問小米 喜不喜歡唱歌嗎? 喜歡 喜不喜歡唱爸爸媽媽作的歌嗎? 喜歡 她們音樂真的特別有天分 很多爸爸媽媽,我怎樣才能有這個天分 有這個成就呢? 是不是胎教開始? 善喻姐姐 其實胎教也有關的 其實之前我們出作歌之外 其實去港九生界不同學校 有開音樂班 有時要去畢業禮,要幫忙表演 有時會拖著她 每次我彈琴時 旁邊的喇叭就會噗噗聲 就是讓我摘給你 噗噗噗噗 然後她們兩個在肚子裡 就會跟節奏 我記得我生她們兩個的時候 我做到差不多 是預產期前那天 我還在教學生 是嗎? 然後醫生說差不多了 你的時間 剛好明天要預產期要生 那你就入院了 所以她們小時候的節奏已經很強烈 我又看到她們 看回聖經說 兒女是上帝交給我們託管的 令到生命成長 當然不同的小朋友 有不同的恩賜 你覺得上帝給了甚麼恩賜 小米和一一呢? 其實幾種恩賜都有 不過其實在大肚的時候 神已經告訴我 有一個命定給她們的 就是大那個 音樂真的不錯 但是神要塗造她的時候 要承接了爸爸 要作詩歌 要用詩歌 去讚美神 要作詩歌 去出一些耶穌的教導 去牧養人 讓更多人 這個福音可以去得更加廣 而妹妹 神就給她一個語文 讓她能夠幫忙翻譯一些 希伯能文 翻譯不同的語言 將聖經解開 所以她們倆有一個使命 是由她出生的時候 我和阿智安都知道 收到的 是的 真是已經 將生命塗造到 我們的目標就是 侍奉耶和華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一定要侍奉耶和華 是 沒錯